其實我們現在看到泰國有能力幫AZ代工 那陳時中其實自己也很清楚的告訴大家是 之前AZ已經找到台灣 然後來代工 他找台灣其實是有道理的 因為台灣其實有幾家 專門做CDMO 叫做委託開發及生產 這個CDMO 這一種生產模式 其實在醫藥界是非常非常流行的 那台灣有幾家公司 專門走這一條路線的 那其中有一家公司AZ就找上 因為他的廠房各方面都已經經過了歐盟GNP 各方面的認證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他們為什麼會優先找到台灣的原因 就是因為各方面認證都是沒有問題的 好 第二個他就說開口要我們代工三億劑 其實三億劑你不用擔心賣得掉跟賣不掉的問題 就好像台積電 你今天幫人家代工 你會擔心iPhone手機賣不得掉賣不掉嗎 你不會擔心 因為你booking了這個量之後 我就給你這個原廠公司就好了 到時候怎麼賣是AZ這家公司在賣 不是台灣在賣 所以陳時中也承認說沒有賣得掉賣不掉的問題 他說但是有人不希望這樣子 因為希望把產能留給國產疫苗 他的你知道他們說法都一樣 蔡英文講說他們他們到底是指誰不說出來 然後有人到底有人是誰也不肯說出來 後來說是大陸啊 大陸管你什麼AZ哪裡代工幹嘛 其實後來這家公司呢 然後我仔細的去查了之後呢 其實就是台康 那台康呢這家公司 因為大家現在印象中台康就是好像郭台銘的公司 沒有沒有沒有 郭台銘是今年四月才投資 所以去年早上台康的時候 那時候郭台銘根本不認識台康 所以那個時候的台康有一個大股東就是政府 我查了一下他的大股東股權當中呢 政府佔的股權就佔了10% 所以政府要你不能做他就不能做了 他就不敢做了 他就不敢去跟AZ簽約 他就不敢去做這件事情 那現在台康丟了AZ的代工訂單 你知道他現在在幫誰代工嗎 他在跟高端 高端 所以高端自己不能做疫苗 就委託台康 因為他沒有這個相關的產能 所以他只好委託台康 所以你看看台康有一個國際上面 可以代工的三億劑的機會 硬生生的丟掉 因為他必須要把產能保留下來給高端 所以你看你從去年到現在 就是有人希望把產能留給國產疫苗 但這個有人是誰 你不要去問陳時中 因為陳時中現在只要一問到這句話 他就馬上翻臉 他就馬上生氣 馬上就見笑重生氣 現在陳時中有幾件事情 你問了他之後他就會生氣 一個就是3加11 另外就是這個有人到底是誰 他就是不肯說 當你問到關鍵點 他見笑重生氣的時候 你就知道說這件事情他不敢說 或者不能說或是他做錯了 我覺得他生氣是故意生氣 是轉移焦點 我生氣不要跟你講了 3加11 當時你們有沒有會議記錄 我沒有會議記錄 我就是沒有會議記錄 你本來該有會議記錄 你沒有會議記錄 才大聲你大聲聲 不是很奇怪嗎 三億劑有這個機會多好 台灣也許在疫苗生產後面 又去提高了一個位階對不對 全世界加上我們都可以提供 也很好嘛 請大家訂閱按讚分享TVBSnews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載TVBS新聞APP 讓您隨時掌握國內大小事